如果你还在为解决不完的问题而苦恼 而不知所措 忙活半天都没弄清楚事物背后的本质 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工作 也没能让自己更出色 弄不清自己的优势所在 那么你不妨停下来 从投资大时查理 芒格思考问题的六个重要原则中 学会思考的思考方法 一反过来想事情 问题会变得更容易解决 适应复杂系统的工作方式是反过来想 很多时候问题会因此变得更容易 查理 芒格采用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使用的方法 截然相反 反向演绎和逆向思维 是对这个方法的两种描述 举个例子 保持快乐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避开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 卡森认为有三种东西会导致痛苦 被改变情绪或知觉的药物 比极度疑怨恨 卡森的思路是反着思考一个问题 通过思考如何不做让你痛苦的事情 来研究如何创造快乐 二道过来思考有利于理解事物的本质 从而帮你解决许多困难的问题 芒格曾经开玩笑说 他想知道他会死在哪里 这样他就不再去那里 三保持不愚蠢 长期来看就能让我们更出色 芒格曾经说过我认为伯克希尔受欢迎 但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看起来像是找到了投资妙招的人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才华横溢 我们只是避免了愚蠢 你可能想不到 只是避免愚蠢 就能让我们做得如此舒服 这也是为什么 沃伦 巴菲特说投资的第一 调和第二条规则是不要赔钱的原因 价值投资系统最难的部分是情感 和心理而不是理解系统本身 是别人害怕的时候要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要害怕 芒格倡导的反向思考的思维方式 他在很多地方都如此应用 他曾经说过如果让我回答一个问题 人生真正的失败是什么 你最希望自己避免的是什么 我会用逆向思考的方法去思考 想想自己最希望具备的品质是什么 而我的答案是 控制住原始的非理性情绪 当你受到一个巨大的刺激 你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行为 如果你能在这样的时候保持明智 你就会受益 别被高智商欺骗 投资者通常有很高的智商 因此会认为投资决策困难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 即便你尝试去做一件困难的事 也得不到什么奖励 高智商可能会导致 投资者优先去寻找并解决难题 因为他们相信 自己的智力会带来些好处 但这是不对的 6.避免总有哪些 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懂清楚自己的优势 你必须弄清楚你自己的才能是什么 如果某项游戏别人更有天赋 而你没有 你就会输 你得找出你的优势 并且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事 能力圈内做事 如果你确实有某方面的能力 你还得去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 事实上每个人应该都比 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优势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关注我用自强的思维看人生 感谢观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